屈原在连接长沙和洞庭的蜜罗江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一条江 还有一位诗人病逝于孤州中 他是诗圣 也做诗史 一生留下1456首诗 人生的最后两年 在长沙做了55首诗 他就是几乎人尽皆知的杜甫 而了解杜甫 在长沙的最后时光 才能真正理解他诗所的深意 公元八世纪六十年代 大唐游圣转衰 开元盛世和属于他的诗人都相继凋零 761年王伟辞世 762年李白辞世 763年房管辞世 764年郑前苏元明辞世 765年高世辞世 一段无比盛大的时光 在一场战乱后都成为了回忆 而另一批名震中堂的诗人 白居易 韩玉 刘雨昕 柳宗元 贾岛 李赫等都未出生 似乎杜甫的命运注定漂泊 孤独 飘飘何所似 天地已沙欧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杜甫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盏孤灯 最终在长沙泄墓 三千年都市 无非功名利禄 九万里雾道 终归十九田园 765年之前的杜甫 在成都草堂 过着花丛水绕的生活 但他的心 一直都想着北归 而计划北上的数年中 一直颠沛流离 769年 他不得不转途 先去衡阳 投奔好友 恒舟刺史为之近 这期间就要经过长沙 荒凉的古都渐行渐远 归途拖延还未归还 我的残年依偎在水乡 落日照花 枝返夜卯旁 路上的蜜蜂乱飞于上 江边的泥土上 有燕子在斜飞 甲夷的尸骨早已经腐烂 在离长沙越来越近的时候 又感受到了 此中悲凉 昨天夜里在长沙 痛饮沉醉而眠 今天拂晓 就伴着湘江两岸的 明媚春色远行 环顾四周 只有江岸上春风中 飞舞的落花 为我送行 船上的春夜 泥南作语 似乎在亲切地挽留我 西汉时期的贾仪 才能世上很少有 出唐时的储随良 书法 绝论无比 两人在不同的时代 都曾名高一时 但都被贬义而死 这不堪回首的往事 真令人黯然身伤 心里赶上了贾仪 又着急去见顾友 白天赶路 晚上喝酒 也是他经过铜关瑶时的境遇 大概是有些微醺 他看到远处有山火 心生欢喜 认为这是春天 烧山开荒 当夜几座 铜关主守风 夜晚的处地 船帆落下 避开风浪 停靠在湘江的小周边 水田耕作 先要侵蚀草根 春天的火 烧得连山 都仿佛在燃烧 早晨船舶时 云雾弥散 逆流而上的波浪 显得有些吝啬 飞来的两只白鹤 消失在远方 难以追寻 不巧的是 当他抵达恒州时 韦之静就在前几天 调人长沙 他又不得不随即返回长沙 而回到长沙后不久 韦之静骤然病故 杜甲感念旧事 做枯伟大夫之静 同如焦油尽 宣备俗世千 老来多替泪 情在强诗篇 杜甲成了不知何去何从的天地孤翁 只好在长沙赞住下来 可盘缠几乎用尽 得到了苏焕资助 才对以度日 其间游览岳路山 留下岳路山盗林二四行 当时的长沙 静岗繁华热闹 出唐时 名将李静因平定江南 在此驻军 当地百姓感谢其德 将卢江改名静岗 才一百多年 盛世不在 杜甲一怀着此种 缅怀良将的心意 来到了静岗 也就是在这里 遇到了同样落魄至湖南 靠卖曲为生的唐代周杰伦 李归年 同时老乡的两人 在卢花随风而去的夏末 想起了盛唐王室 齐王宅里寻常见 催酒唐前几度文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风君 在长沙城 虽然有苏患的资助 但杜甫也只是 租住在一个破败的木楼中 取名为江阁 饥寒交迫 风势缠身 但也不忘记性给好友 邀他们一起来喝酒 我家的厨房 已经十分空法了 卧病在江边楼上 珍西旁一片清净 衰老之年 病患使我越来越瘦 漫长的夏夜 想起这些 难以为情 我想吃到那爽滑的雕壶饭 也想闻到那碰香的锦带羹 他们吃着既滑又暖腹 心想着 你们谁还能为我 送来清酒一中 下雨时 他也会赶伤起来 昨夜粥火灭 香鹅连外杯 百林未赶散 风破寒江池 可惜好景不长 苏焕银政变不得不逃离 杜甫也打算去投奔 称州的旧府摧毁 不巧 屠遇大水 又再反潭州 贫困交价的杜甫 最终还是决定北归 七七零年冬 在北区岳阳的蜜罗江上 他写下了绝笔之作 丰吉州中 浮诊书淮三十六运 奉承湖南亲友 五十九岁的杜甫 就这样悄然离开 他的绝笔也道出这段生命最后的滴银 回不了家 最好让七七春草 将司归的仇恨 封闭起来 可是来到湖南 又多幽乌桃园 寻不到西顿之地 这就只得转棚般四处飘零 沿途还需要服药行散 却没办法减轻我沉重的病情 战火 冰乱依旧 南北伤乱 作战军生至今不断 向许静的远去郊州 这已非我的体力 所能胜任 自知定如葛红的师姐 将死途中 若论家事 空有单杀绝 而恋不成精 回想起来 不觉泪如雨下 台语放歌许走酒 青春作单好幻想 鸡丛包下穿雾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